作为你帮我参想的报答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呢 有一只鳄鱼 从一位母亲的手里抢走了她的孩子 这条鳄鱼对这位母亲说 回答我一个问题 猜对了呢 我就还给你的孩子 猜错了 我就把你的孩子吃掉 这条鳄鱼问的问题是 你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 这位母亲的回答是 会 我知道 这是经典的鳄鱼悖论 如果母亲猜对了 鳄鱼就会放了她的孩子 但这个故事的结果却证明母亲猜错了 鳄鱼会吃掉她的小孩 这位母亲陷入了贝兰 这位母亲陷入了贝兰 所以不管她怎么回答 都没办法救她的孩子 但同时 这条鳄鱼也陷入了贝兰 贝兰 这条鳄鱼也陷入贝兰 就证明这位母亲猜对了 他就要把这位母亲的孩子还给她 所以 这条鳄鱼也陷入贝兰 这条鳄鱼也陷入贝兰 前提和行动互为因果 还容易让人缠身矛盾 悖论 就像现在的我们 既然你知道这个故事 那你应该能理解我的选择 这只是无解 我很努力地去理解了 但是我后来反映过来 这位母亲做得不对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的孩子被抢走了 我一定要拿棍子 把那鳄鱼打走 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抢过来 因为面临自己心爱的人 即将要失去的时候 我的本能 就是分了一波 但我 但我不是一个 会依照本能做事的人 不 你是啊 不然你为什么帮我改出去 我 我只是 你只是想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 对吧 这个理由很冷静 很理智 但无庸置疑 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理由 我从你对危险的恐慌里感受到的是爱 所以 我们可不可以再遵照自己那些意思 再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本能一次 不要被那些矛盾束缚住 神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一起把那条鳄鱼打跑 明夜要考核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只是 害怕如果我明天输了 我就没机会被人输这番话了 晚安 你还能做什么呀 优优独播剧场 心想涝 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YK